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德国中部 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领地 住着路德夫妇俩 这男人呢 原来务农 后来存了点钱 承包了一个小矿井 日子开始过得好一些了 这男人他是政治忠实 喜欢读书 踏实的做人做买卖 女人是个虔诚的信徒 操持家务 很敬畏神 做人很谦卑 1483年这一年呢 他们生了一个男孩 夫妻俩就给男孩起名叫马丁路德 为什么叫马丁呢 因为他这个生日那天正好是11号 11号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大主教 叫马丁的生日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日子凑在一起 给他起到叫马丁 也是敬神的意思 很小马丁就被送去了寄宿学校 这父亲呢喜欢读书嘛 所以希望孩子呢在这方面的有些出血多读些书 希望他以后呢像中国人说叫考功名 15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疾病平寒是一个常态 你就像马丁这样的家庭环境也算不错了 因为父亲后来是当了小矿主了嘛 那也是经常饿肚子 所以他就经常和其他的孩子呀 经常出去吟唱乞讨 且不管他能不能要着什么饭吧 这马丁的歌声不错 清脆纯净 这声音就引来了一位贵妇人的注意 他那就收留了马丁 他为马丁打开了一扇温暖不爱的门 第一次让马丁觉得宗教不一定是阴沉恐惧的 也许应该是温暖的 这为什么会让马丁有这种阴沉恐惧的感觉呢 还是因为这个马丁小时候性子急 那个时候的家庭啊 基督教家庭啊 对孩子要求非常的严格 他调皮吧 打屁股 还不知打屁股 那时候用鞭子抽 有一次这个早上啊 这个马丁起来就不守规矩 一次不守规矩 一两次不守规矩 一早上给鞭打了15次 打完了还问他 这为什么打你吗 我因为你们爱我 因为基督爱我 所以他其实小时候觉得很恐怖 另外周末带他去教堂 天主教的这个教规也非常的严格 形势也非常的保守严谨 那么他在去了以后呢 总感到是一种阴沉恐惧的感觉 别人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对小马丁来说觉得特别的害怕 这种对宗教的这种畏惧感一直带着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马丁18岁的时候考进了一所大学叫做俄复德大学 咱们今天的话来说算是一间名牌大学了 有一天在图书馆里看书 看着看着突然就好像被引导一样 他走到了一个书架前 发现了一卷书 他轻轻的念那本书的书名 圣经 咱们现在觉得奇怪 圣经在这个宾馆的床头柜里都容易找着了 15世纪啊 这圣经还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找得着的 为什么呢 马丁发现了 教会念诵的经文呢 都是不全的 只是从福音书啊 还有一个书信摘用的这些断简灵墨中灵敲碎打出来的文字 以前他以为啊 这主教们每天念的这个经文呢 就构成了全部神的话语 现在他打开了圣经 一看很多的页数 很多的章节都从来没有听过 于是他不断的就来到图书馆继续阅读 这卷宝贝 真理的光芒开始照亮他的心思 这一年 马丁路德呀 还生了一场大病 这病来得很厉害 差点要了他的命 当时有个神父来探望他 他就对神父说 神父 我快要死了 老人就温柔的说 大学者 那个时候能读大学啊 已经算个学者了 而且他当时还读到了这个哲学博士嘛 算是大学者了 大学者啊 你的病不至于死 神把十字架搁在他所爱的人身上 能扛得起 得要有大智慧呀 圣经 疾病 老人的话 都给了他一种新的招式 但是马丁路德并没有真的下定决心 让自己的心属灵 让自己走上修行之路 为什么他的肩上还扛着家庭的嘱托 父亲的期望 希望他在人间踏上一功名之路 所以啊 他还缺一个机缘 1505年7月2号 历史上的今天 这个机缘来了 马丁路德从家乡回到学校 回这个俄复德 走在乡间的路上的突然这一层浩厚的乌云压了上来 说是吃那是快点闪了一名 扼 啪 一个火球 从天而降 砸在了马丁身边这巨大的能量 把这个人都给掀翻了 说的那么热闹 造咱们中国话就是遭雷批了 迷幻当中啊 马丁听见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召唤 那是死神来了 马丁被巨大的恐怖围绕着 他跪在地上开始发誓 他说神如果拯救他 脱离这个危险 他就上修道院专心侍奉神 这个愿望一出 有意思 声音消失了 乌云也慢慢的散去 回到大学后 马丁把大学的戒指留在了学校了 那个时候大学生戴大学的戒指 就相当现在咱们说戴校徽是一个道理 把自己跟家人的跟朋友的往来书信 还有平时做的这个学习炸技都给留在了学校 深夜叩响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又闭了大门 这下好 修道院来了一个大博士 上上下下都很高兴 院长说了 这个马丁啊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 为了让你能够修得更高 我们决定让你开门关门上踪扫地 洗碗收火收拾房间 都是杂活 这些杂活干完了呢 你就可以拿着口袋去讨饭 你说这不是折腾人了吗 马丁不这么看 因为他早已诚心修炼 自然是把这些苦差啊当作修行的好机会 他高兴的踢着饭袋子就出去了 在阿富德这个街上啊 逐门逐户的要饭 这讨饭不难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他昔日的一个哲学大博士 一个大学者 要经常在往日的朋友和学弟的门前求食 为了寻求圣洁 他在修道院曾经是七个星期不睡 像一个囚犯一样把自己关在门内 不断的跟内心的情和欲征战 每天吃很少的面包啊 吃一个小飞鱼 叫这么点 你看看这么大一个人 吃这么小一个小飞鱼 没把他饿坏了 但是他发现呢 不对头 吃大苦 不能洗净所有的罪业 严守着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啊 也不能够感受盟主恩典获得永生的宁静 这就苦恼了 都已经进了修道院了 却不知道怎样修了下一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神安排了一位博学的长者 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神学院长叫做约翰的 他来到了奥古斯林修道院巡查 他又是一个老修道士 他自己本人也非常有学问 他一来到修道院 一下就看中了马丁路德了 倒也不因为马丁路德怎么招人 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不是七个星期没睡觉吗 瘦骨凌寻 风一吹一飘 约翰看见他了 特别是马丁路德的眼神 流露出他的思考 约翰看出来 这个马丁路德是丰富的知识 给他带来的一种活跃的思想 于是约翰就对马丁说了 你呀不要去揣摩神 你只需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启示的 所有的神学必须脱胎于圣经 约翰的一句话一下就把马丁给打醒了 实际上就他那份学识成了他修炼的一份障碍 约翰后来引荐给这个修道院院长就引荐马丁 说马丁啊 你让他去研究圣经 结果马丁开始有机会研究修道院的唯一的一本圣经 这圣经是用锁链锁起来的 就跟当初他好不容易在图书馆发现那本圣经一样 在那个时代圣经是不轻易示人的 等到约翰离开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时候啊 路德的心里 马丁路德心里已是黎明了 因为马丁路德能吃苦啊 这个学问上呢 也有提高 这个修道院就奖励他 给了他一次罗马之行 马丁路德怀着虔诚的心 来到了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罗马 他按照罗马教所命令的赎罪的方式 非常悲怯虔诚的用双膝跪下 然后慢慢的爬上比拉多的梯子 来祈求获得免除所有的罪业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 啪又是一个炸雷 这人不能老遭雷劈啊 他这是心里的炸雷 震动了他 一个声音呢 清晰的对他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这可是马丁路德这辈子第二次 被这巨大的声响 巨大的能量掀翻了 这次他领悟到了 这个宗教中的这种形式啊 没有办法救赎 因此他开始脱离罗马 依附圣经 马丁路德想 主教教宗那都是人 应该是神 而不是人 才是信仰的中心啊 回到德国后 当年的老院长就那个约翰 就把这个马丁路德给引荐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 这要多说几句了 什么是选帝侯 因为这个神圣罗马就是现在的德国呀 当时在那片土地上有七大 咱们叫叫诸侯国吧 在那边是叫做领地 每个领地呢都有自己的领主权力都很大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轮流作庄 大家选一个出来当皇帝 选一个在这七个人里面选一个当皇帝 所以每个人都有当皇帝的机会 平时呢就当选帝侯 这就是马丁路德获得的那个政治支持 选帝侯 当时的天主教会拥有德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德国也被叫做教皇的奶牛 天主教会拥有德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怎么拥有的 大家如果去德国这个旅游啊 就可以注意到 德国有很多的教堂 那种老式的哥德教堂 那个教堂顶 奸戏升得特别高 为什么升得那么高呢 因为当时的教会啊 一种说法是因为教堂修的高 所以你的忏悔啊 容易被上帝听见 实际上啊 教会是自己有打算 当时有个规矩 就是教堂的身影 这个教堂的终生所能覆盖的地方 极为教会的领地 所以他把教堂的顶修得特别高 中修得特别大 咚的一声 哪听见了 哪听见了 这边到这边全是我的领地 所以它是个全地的方法 那么在1515年 教皇利奥十世呢 就为了筹措款项来修缮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开始增发赎罪券 伯兰登堡的大主教阿尔伯特 当上了咱们说叫第一承包商嘛 他接下了这个买卖 然后他又发包出去 具体的销售交给了一个修士 叫做Tetel 咱们叫台侧尔 这个台侧尔呢 骑着小毛驴 手里就拿一铃铛 叹叹叹叹叹叹 四处游走 他就一路走 一路喊到了这个城市啊 这个镇子上啊 就大喊 赎罪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高尚礼物 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 敲响了钱贵 死者的灵魂就能从炼狱升入天堂 多少钱呢 只需要十二个德卡特金币 他自己还给你加钱呢 他说如果犯了杀妻杀夫的罪啊 多付六个德卡特就行了 汤浪汤浪升天堂啊 路德对这种啊 没有任何神学根据 夸张的宣传赎罪券的功效 他很是气愤 这哪来的事啊 所以他按照当时这个讨论神学问题啊 辩论神学问题 有一个惯例 按照这个惯例 他撰写了九十五条论纲 把这个论纲啊 盯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 让大家看 早上啊 到教堂来参加弥撒的信徒都看见了 哎呦 写的好这九十五条连绳称好 碰巧当时欧洲啊正好兴起了印刷数 这九十五条马上就印成了小册子 这下子传播开了 不到两个星期德国知道了 再不到两个星期西欧的主要国家都知道了 教皇不干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武士也不干了 分别审判路德 虽然这路德是能言善变 赢得了两次的辩论 但是毕竟难抵强权呢 准备后来是要惩罚他了 这个刚才说到的那个萨克逊的选帝侯 他叫菲特列就开始保护路德 他假如派了几个士兵啊 把路德给绑架了 然后告诉别人说路德被绑架了 这就糊涂了 教堂教会说 是不是这个查理武士给绑了 查理武士想是不是教会找人给他给绑了 谁也不承认 谁也不知道 就失踪了 这一假装绑架呢 他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刘长了须发每天穿着这个武士的这个军装 就像个军人一样 藏在了一个旧城堡里面 在隐居期间 马丁路德没闲着 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了德语 这一下子成了大事了 因为原来咱们刚才都说了 在修道院那个圣经啊 都用锁链给锁起来了 现在啊 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语 这样子老百姓都读得懂圣经了 大批的著作就从这个华德堡 就从他隐居的这个城堡里面发出去了 这个宗教改革获得更广泛的进行 时间到了1546年 这一年的2月17号 马丁路德啊 在他的晚餐的桌上提起了许多关于这个离世的事情啊 这个天堂的事情 然后他表示说 我累了 我想睡一会儿 睡了一个小时 睡了一小时之后呢 又醒了 醒了以后开始祷告 说 哦 主啊 真理的神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 我知道我要永远与你同在 说完 眼睛一闭 离世 为天 他的遗体后来葬在了威登堡礼拜堂的讲台下面 他隐居的那座山 森林浓腻 白鸟歌唱 他翻译的德语圣经后来成了规范德文的基础 并成为宗教音乐和诗词广为传唱 历史上的今天 马丁路德 圣经不带注解 犹如太阳 众人一同支取生命的亮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